11 其他细节 当中国在1986年发掘出假虎古迪 能吹走七声音阶 成为文物中最早的乐器 距今约9000年至7700年 远远早于音乐来源于劳动 音乐来源于男女情感交流 音乐来源于对大自然声音的模仿 音乐来源于语言等等所能提供的论证 其实 这些类型的音乐 在其漫长的形成中 也不断地受到其他类型音乐的影响 并且 他们最终以音乐形式出现之前 都是经过音乐家采集 既谱加工后而产生的 以中国的丹江耗子为例 是西川传工们 在千百年来拉签行传的劳动中 集体创作出来的民歌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语公艺书》记载 早在战国时 丹江就以盛行通行 后繁荣于两汉未见 鼎盛于唐原明清 直至民国初年 由此可见 丹江耗子始于夏州 成于春秋战国 兴于唐宋 胜于明清以后 历史悠久 远远流长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歌词 有奥一 嗨 有奥 也奥一 也奥一 嗨哟 有奥一 嗨 有奥 也奥一 也奥一 嗨哟 嗨好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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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音乐形式的表演 于2019年12月17日发布 此曲 宋金春 男生小合唱 西方著名作曲家贝多芬 就曾经加工整理过大量的从民间采集来的民歌 如5152 25首二蓝民歌 5153 20首二蓝民歌 5154 12首二蓝民歌 5155 20首威尔士民歌 Opus 108 25首苏格兰民歌 5156 12首苏格兰民歌 5157 12首不同民族民歌 5158A 23首不同民族民歌 5158B 7首不列颠民歌 例如他的25首二蓝歌曲 5152 由贝多芬创作 民歌收藏家乔治·汤姆森 委托贝多芬编排了一系列他收集的民谣旋律 这些歌曲创作于1810年至1813年间 在贝多芬安排旋律之后 汤姆森添加了歌词 他最初选择写歌词 但二蓝诗人托马斯莫尔拒绝了他 他们于1814年在A Select Collection of Reginal Iron Shares中出版 后来在汤姆森的苏格兰艾尔兰和威尔士精选旋律中重新发行 巴黎库珀谈到贝多芬的爱尔兰民歌编曲时说 他们有一种普通作曲家无法达到的复杂的艺术性 岳父诗为旧体诗诗体的一种 与古体诗进体诗构成古典诗歌中的三大类 原指和音乐已唱的歌诗 由于岳父是和岳父声诗 因此以后凡是可传唱的诗都可称为岳父 因此岳父不仅是奇言的诗 连长短句的词曲也被诗人俗称为岳父 如苏式的词集东坡岳父张可九的散曲极小山岳父等 岳父本指管理音乐的官府 岳父起源于秦代是秦的音乐官属 汉代汉惠帝摄阅府令汉武帝扩大岳父属的规模 掌管俗乐收集民间的歌词入乐 采诗叶颂有赵代秦楚之欧 并以李延年为邪律都位 命司马向儒等数诗人为师父 由于该官属是采集赵国秦国楚国各地的欧遥 后人便以岳父或岳父诗作为民歌的代称 后人把岳父机关配乐演唱的诗歌也称为岳父 汉人岳父最早称歌诗 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诗 即来自民间的歌词 后来贵族文人所作的颂歌 以及国外书录的乐曲 军乐等也跟民歌合流 可见古今中外的民间音乐 自古以来就是先在民间形成雏形 然后由艺术家的整理加工表演 最终才形成我们所看见听见的音乐形式 从上述的例子来看 中西民间音乐都是经过这么一个程序而产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么多生活中的不同需要都选择音乐作为他们的表达形式 因为唯有音乐是包罗万象用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 我们学的音乐史只是从中世纪 大约公元五百年左右 那时的音乐是Gregor Ryan Chant 是天主教音乐 七声音阶构成七个调识 有人会问 选择七个音会不会仅仅出于宗教信仰 维基百科说 七声音阶又称自然音阶 一最早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音列音术 英语 Diutonic Innes 在现代的音乐理论中 自然音阶是一种特殊的七声音阶 英语 Hepetnik Still 它们总是包含五个拳音和两个半音 且按照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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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的 在一个八度内排列 按照这样的规则 七个自然音级按照顺序依次进行的任何排列都属于自然音阶 它们不同主音高度上的一调虽然包含了黑键 但也都属于自然音阶 自然音阶可以在所有的半音上转位 共十二次 近代也有音乐家发明一些新的音阶 称为人工音阶 比如全音音阶 八声音阶 最著名的是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发明的 它定名为有限一位调识音阶 英语 Modal Limit Transposition 发语 Modal Transposition Limit 之所以定名为有限一位调试 是因为它们和全音音阶八声音阶一样不能转为十二次远远少于十二次 可见人工创造的都一样有局限性 在一次音乐支援的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一个推理 西方音乐在中世纪先是单声部的 以后发展为多声部的 这个过程验证了进化论 当我们比较全面的观察音乐 可以看到在音乐中有一种乐曲称为协奏曲 中间必然有一个乐段称为华彩乐段 用来展示独奏者的技巧 除了钢琴 其他乐器 如弦乐器 多是单声部的 管乐器 完全是单声部的 每个作曲家的协奏曲作品中 必然有这个段落 演奏者在这个部分展示了包含大量演奏技巧 音乐理论家也把这个段落定名为华彩乐段 可见 从作曲 理论 演奏等音乐所有的阶段中 没有人认为单声部是简单原始的一 从另外一种音乐形式 交响乐 这一运用大量乐器的音乐形式来看 以古典乐派的三大作曲家 海顿 莫扎特 贝多芬等的最后一首交响乐 也是他们的巅峰之作来看 可以看到海顿 莫扎特交响乐的第一乐章 都开始于单声部 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莫乐章 用了十几次的单声部肢体 可见以后的作曲家 都把单声部 视为一个与多声部不同的对比肢体 另外 音乐有无限的可塑性 从作曲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音可以横向组合旋律 同时可以纵向结合合声 横向组合的形态可以进一步变化 如反向结合 Retrograde 和逆向结合 Inversion 另外 关于宇宙的起源 在百度百科中说 大爆炸宇宙论 是现代宇宙学中 最有影响的一种学说 他的主要观点认为宇宙曾有一段从热到冷的演化史 指出 宇宙为什么爆发自一个密度无穷大的点 或者说起点 但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触发了这场爆发 已知的物理定律不能告诉我们在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宇宙学中通常所说的大爆炸英语 Big Bang 是1922年 苏联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用广义相对论描述了流体 从而给出了这一模型的长方程 1927年 比利时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他身兼天主教神父 数学家 天体物理学家 并于天主教鲁温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 通过求解弗里德曼方程 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这个解后来被称作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尔克杜归 热大爆炸宇宙学模型认为 宇宙最初开始于高温高密的原始物质 温度超过几十亿度 随着宇宙膨胀 温度逐渐下降 形成了现在的星系等天体 当时的物理学家 根据当时的物理发现提出了宇宙爆炸论 是从一个层面看宇宙形成的程序 先有爆炸式的高温 然后膨胀 最后形成了星系等天体 首先可以看到 这和圣经记载的一致性 创世纪第一章1-3节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几十亿度的高温 一定发出比太阳还要强烈的光 同样也证明了 这些物理现象是有规律的 不是偶然的 这些发现的本身 已经否定了如此有规律运行的宇宙式 来自于一个毫无目的偶然的爆炸事件 这个所谓的爆炸 是有规律的 通过一种 我们人类只能视为爆炸这样的规模 这样的速度形成了宇宙 这么看来 宇宙的形成是有方式 有程序 按照能创造这些方式 和程序创造者的安排形成的 没有创造者的创造 这些都不可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唯有全能的超越一切的创造者 才能把相互不能自己 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 让它们一同来起作用 人类所有的创造是这样 自然界是这样 宇宙也是这样 它们有规律的循环和运行 唯一的可能是按照造物者 在周密统一的设计被造的 人类只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 发现了宇宙被造势 其中的一些程序 虽然这是人类至今 也不能解答的问题 但是 当我们看到 宇宙如此有规律的运行 万物如此合理的相辅相成 一定是来源与一个 超乎一切的造物者 统一设计和创造 不可能产生 与像意外事故那样的大爆炸 所以 当古代的文学家苏世 现代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杨振宁 发明家爱迪生 对世界深入的研究之后 看到它们的规律 非偶然性 确定宇宙万物 一定来自于一个 独一无二的造物主 十二 一问归纳于推论 宇宙万物都是有规律的 音乐虽然是听得见却看不着 相反 颜色是看得见却听不到 但却具有和音乐一样的规律 两者都有和宇宙中星球的运行一样的规律 并且又和许多不同科学领域及学科 如物理 光学 生学 医学 化学等似乎是完全不相关领域 相通 这么多毫无关系领域都共享同一的原则 下面 我们罗列和归纳一下各方面的发现 一问一 九千年前的原始人 出于本能 应该只寻求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 比如衣食 怎么会寻求音乐 而且是关天寻找 归纳 甲壶发掘的物品 包括 稻米 甲壶古迪 古酒 丝绸织品 可见 早期的人类除了有衣食等日常物质的需要 确实有演奏音乐的古迪 古迪是那时关天仪 它的孔就是天体运行的标记 同时 这些孔使得古迪能发出七声音阶的音乐 真是一物两用 再查考一下圣经 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地势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世纪二章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推论 由此可见 无论是宇宙万物 还是人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造物主 都有同一个相通的灵 灵就像一个指路牌 引导人 从宇宙中找到所向往的音乐 一问二 为什么人类寻到能演奏音乐的乐器后 又要去观天探求音律 音律是什么 它在音乐中的地位是什么 归纳 古迪虽然能吹各个不同的音 但是人类还是不知道这些音应该怎样合理安排 如何记录下来 而音律不仅包括了音乐所有的音 它的顺序也定出了音乐中的各种要素 如音阶 调式 和声的组合原则 所以 人类最初得到音乐后 必须要得到音律 中国的律力合一 西方的宇宙音乐等理论 都说明 人类在从宇宙运行的规律 发现音律 所以 无论有什么地方的人发现 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现 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 结果都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圣经真言第十六章四节所说 耶和华所造的 各是其用 推论 对于这一点合乎逻辑的解释 只能是 音乐是根据一个造物主所定的律而形成的 因此 音律只有一种 所以 这么多民族 经过漫长的历史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探索 发现的是完全一致的音律 十二音律 一问三 音律制定以后 音乐是如何发展的 为什么有多种类的十二音律 归纳 有了音乐的律 才有了音乐实践的开端 如果没有音律 人类不仅不知道 怎样才能合理地创造音乐 也不知道如何记录音乐 自从音律制定以后 我们可以在音乐史中看到了音乐的不断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建立了乐府 以后各朝代又有许多不同的发展 并有详细的记录 西方音乐也是一样 中世纪开始了音乐祭谱法 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时期 巴洛克时期 古典乐派 浪漫乐派都显示音乐丰富的发展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 发现以前计算出来的音律的一点偏差 限制了音乐变化的可能性 就研究音律调整的方案 也就出现了十二平均律 这是一种音地制宜的调整 推论 音律制定在先 在它之后 音乐开始繁荣 说明了音律制定根本不是基于人类音乐实践 而是来自于一个赐福与人类的造物主 正因如此 这个音律孕育无穷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疑问四 人类在音律 音阶 这些音乐机制 有没有其他的尝试 结果如何 归纳 就音律而言 人类曾经做了许多尝试 从六平均律到九十六平均律 等十多种音律 但是 这些人造的音律的可用性非常有限 所以发明后 无他人应用 音阶也是如此 用其他顺序组合的音阶 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 人工音阶的创造者 自己把它们定名为 有限一味调使音阶 推论 可见 人所创造的 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造物主所造的蕴含无穷 正如圣经西伯来书三章四节说道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一问五 音乐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哪一种合理 还是都有可能 归纳 音乐的起源的其他多种说法 实际上只是人们看到音乐运用到多种不同的场合 人类不同的需要时的各种猜测 在当时只有有限的 局部发现时的一些判断 以最有影响力的劳动创造音乐的论点为例 这些论点出现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以那时的发现为根据 但是 当一九七二年 马王堆发现了十二绿笛 尤其是一九八六年 甲狐发现了古迪后 音乐的起源 就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性 只有一个可能性 来自于宇宙的创造者 推论 对于第五点合乎逻辑的解释 只能是 音乐的起源于人类对宇宙的探索 从宇宙的创造者 才能看到音乐之源 正如圣经真言三章十九节所说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及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节 主耶和华呀 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榜币 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时 一问六 如何理解音乐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音律 音阶 和弦有关的数字和美术 光学中色环 折射光 原色展示的数字一样 归纳 从上面的归纳表可以看到 音乐的率不单单只贯穿在音乐中 也贯穿在其他许多领域中 如光学 美术 物理学 化学 生学 医学 虽然这些领域相互之间毫无关系 却都有相同的DNA 推论 对于第六点合乎逻辑的解释 只能是造物主只有一位 所以宇宙 音乐 光学 美术 化学 物理等等毫无关系的领域 才可能有完全贯通的规律和原则 正如圣经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仓 疑问七 基于所有的发现 谁是音乐的创造者 归纳 不仅是音乐这个领域 其他领域 如科学 文学等领域 那些历代有研究 有贡献的科学家 文学家都会在经历了长期 深入的研究之后 思考这个问题 如爱因斯坦 爱迪生 杨振宁 苏氏 经历了一生的研究 在深思熟虑之后 都不约而同地得到了一致的观点 他们的结论是 世上的一切来自于同一位造物主 就像圣经真言九章十节所说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归根结底 音乐的起源 正如罗伯特杜兰在他的音乐见证创造中的结论 音乐来自上帝 在创造天地的一刻 上帝把音乐赐给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